咱们自观脸说完了 那么接下来说一个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做子查询 子查询咱们明天的时候呢会大蓝应用 那么今天呢我想要告诉你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是子查询 基本上怎么用就可以了 这么说理解了吗 那什么东西叫子查询 简单说 一个select里边还欠了另外一个select 这就叫子查询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就叫子查询 来同学们咱们看着打一个比方 查询最高的男生的信息 来同学们 最高的男生的信息 那我怎么最高的 请问 select信号fromstudent height等于谁啊 如果我要是知道了最高的 你打给比方啊 假如说我select fromstudent 你不是让我查最高的信息吗 那比方说肯定是height最高的 你得告诉我个 比方说你是188呀 还是要多少 你告诉我你身高有多高 我接下来是不是根据这个height 是不是接下来是找出你所的信息啊 那么这个188是怎么来的呢 188是不是先根据另外一个circle语句 是不是先给它整出来呀 什么叫得查询呢 select语句里边又欠了另外一个select 将来查询的时候是先执行select的语句 执行完了之后得到一个结论 接下来把这个结论当作另外一个语句的一个条件去查询 这就就是查询 听懂了吗 那么这个 请问这是查出了什么 最高的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height等于最高的 请问是不是就理所应当就是这个值啊 那不就出来了吗 那不就出来了吗 好 怎么办 简单咱们试一下啊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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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要是知道你的height的话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height等于谁呢 那么等于select select 写错了啊 这个height 手写了个东西是吧 写错了就没了 写在这啊 写在这 直接把这个拿过去吧 拿过去试验一下啊 那个写错了就没了啊 大家看一下 读 大家看 设计最高的是太远了 设计最高是185呀 我在这提个问题 看看同学们能不能反应过来啊 这就觉得查询 你明白这点就可以了 我提个问题 咱们刚刚在查询这个 河北省里边有多少省份的时候 有多少第一次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凶了用的 这种关联查询啊 这查询行不行 看着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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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D PID 这个什么 这叫PID PID 是不是等于谁啊 请问等于谁啊 你只要把河北省的PID 放在这儿 请问咱们是不是这个事出去写了吧 按了刚刚的课详就是select select PID 这个叫什么呢 AID from area 然后where 什么呢 A title 等于谁啊 河北省 是不是也出来 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哦原来我讲要得到一个结果 我不仅可以用一种色口语句 是不是用其他的色口语句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的吧 通过这种 同学们 切记 select select 语句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你只要对中能够出现这个结论 出现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那么唯独有区别的是什么呢 时间 唯独有区别的是什么呢 时间 不一样的select 语句将来数据越大的时候体现越明显 数据越少体现不出来 select 语句你是用关联查询 还是用子查询 还是用一步一步的自己的单独查询 将来的执行效率是不一样 听懂我意思了吗 这个呢到最后 就说你们在后面 就做的时候呢 就用了越多的时候 你就有体现 因为现在你是体验不出来了 他的这个时间呢 几乎是很简短的时间 你看这个时间差不多用了是 是不是0.01秒 可以看看上面那个 是用了多少 0.00 也就是说他用的时间甚至更小吧 那要说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有个体现 子查询怎么着 子查询是不是好像有慢一点了吧 所以说子查询稍微慢了 从这就能看出来 这个地方就有时间 因此呢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 一个解论 就是子查询呢 能稍微用的少一点 你的性能越高 用的越高 性能越高 好 这个子查询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也就可以应用了 那么 今天呢 要给大家讲解的查询呢 基本上就说到这 算吧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咱们自己稍微总结总结 啊 这边都没有了 啊 谢谢大家